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 World。 今年对于库里来说,是特殊的一年,他终于以FMVP的身份,捧起了奥布莱恩杯,不得不说,自库里开始进出总局赛赛场的那天起,他就从来没有什么太过于拉胖的表现,对为德拉维多版的那些日子除外,如果不是上个月,才在国际赛场上,见了一面,那这个名字,似乎早已是历史的一部分了。 但实际上,我们上次在NBA赛场,看到德拉维多版,也不过是去年,大多数人,可能完全没有印象,因为这个赛季,他饱受脑震荡扩扰,这导致他总共只打了13场比赛场均2.8分,1.8完反,4.5,助攻去年夏天,在没有NBA球队,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情况下,德拉选择回到了老家,澳大利亚的维托利亚省,加盟了家乡球队,墨尔本连队,他签下的,13年合同,其中包含NBA相关的买断条款, 如果大家有关注周期的澳洲之旅,那想必大家,对他的队友克里克,那季炸裂的格扣,还有些印象,而那季格扣的北京版,便是31岁的德拉维多版式的,哪怕是在今年夏天,重回FIBA舞台时,德拉也还被满32岁,修剪了有些随意的胡须,让他看起来,比实际,要更苍老一些,但对于一个,以年鱼,三巡身高不到1米9的后卫来说,想要拦下克里克,这位暴力前锋的一季华翔扣篮,实在是天放夜谭,甚至是个, 在队友,恶意冲撞克里克后,德拉想要去拉架,兜兜只能费。